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又再去跟進一下美國大選的情況 話說在上個星期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 公開呼籲賓州議會 要行使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力 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上個星期五賓州參議員杜格已經準備了一份議案 將要在明天星期一提出 他主張州議會要從州長手上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他這個正義呼喚得到了州議會中積極的響應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目前已知的資料顯示 最少有8名參議員和26名眾議員 會同意道格這個動議 在參議院裡面其實有28位共和黨籍參議員 現在有8位同意 算是不錯 當然到表決的時候我相信 那些人就會歸隊 只不過現在提前 在社交平台上表態 就數到有8個 至於眾議院裡面 其實就有120個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現在有26人表態說要贊成 就已經佔了超過五分之一 所以我就相信 當這項議案放到州議會表決的時候 獲得通過的機會都是相當大的 而那26個已經表態的共和黨籍眾議員 其實就發表了一份聯署聲明 在聲明當中他們就提到了 說目前這個行動是非常緊急的 因為他們要確保 民眾繼續信任這套選舉系統 只有民眾信任政府的選舉系統 才會對政府產生信任 就像賓州在美國立國之初的地位一樣 如今 賓州也應該率先行動 他們說要確保賓州在美國的重要地位 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好 美國擁有一套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制度 才是至關重要的 我覺得他們所說的事情是非常好 現在他們並不是純粹為了撐特朗普連任 而去搞這一連串的政治行動 如果他們是捍衛不了這一套民主制度 其實對於那些從政的共和黨人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威脅 因為今天搞得特朗普 第二天就可以用這一套 所謂電子的點票系統 來搞其他的候選人 這些就叫做唇亡齒寒 所以他們這次站出來是做得對的 只有通過行使美國憲法 賦予給州議會的權力 去自行產生屬於那個州的選舉人 才能夠彰顯得到真正的民意 以及捍衛得到公義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賓州高院的審訊階段 其實那些法官的判決是否公正 大家就已經有眼見了 他們一味就推堂 說這個賓州的法律 只有規定 在點票的時候 監票員進入了點票中心的範圍之內 就已經是為之合法 但是州的法律就沒有定名 當這班監票員進入到點票中心以後 究竟他們跟那些點票的職員之間的距離 應該是有多遠 於是 現在那些點票中心的職員 就算是拉起封鎖線 將那班監票員趕到老遠 沒有辦法看清楚 那些選票是投給誰都好 甚至乎 在票站中心的範圍 封了圍板 圍板裏面就是那些人在點票 外面就是那些監票員 連張票都看不到也好 那些法官都說是沒有違法的 他們的法律觀點就是按照字面的意思來解讀 這個是法律漏洞 你做法官的 你不去堵截這些法律漏洞 這些明顯地就是 一個人的理性上 常識上 都會認為是有問題的 你竟然間就可以判決 特朗普陣營是敗訴的 在這個賓州高院的層次 當司法系統出現了 這麼有欠公運 以及違反常理的裁決的時候 當然特朗普陣營就已經決定了 要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但是同一時間 賓州議會就決定掌握時機 做好把關和守美門的角色 我認為他們 是做得非常之好 只要賓州是起了個頭 我相信 造成骨牌效應的機會是很大的 其他州自然會水渡渠成 因為賓州 無論在人口上 州議會的議員數量上 以及選舉人票上 他也是最多的 賓州也做到 其他州的難度相對來說是較小 其實在目前爭議的六個州當中 只有內華達州的州議會 不是由共和黨完全控制 其他五個州 參眾兩院是共和黨人佔多數 所以這個對於特朗普是相當有利 最重要是賓州做得行 賓州做得行 其他州就行 所以 禮拜一就很重要 而且特朗普法律團隊的律師 在接受Newsmax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他也是公開呼籲 明天將會召開聽證會的 阿里桑拿州議會 那些州議員 應該是效法賓州州議會的做法 就是按照美國憲法所賦予給他們的權力 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現在賓州只是第一步 特朗普陣營是步步進逼的 第一步就是賓州 第二步就是阿里桑拿州 原始路進的話 第三步就相信會是 在12月1日 星期二舉行聽證會的密歇根州 可見特朗普陣營 他們是有了一個很好的部署 有了這些部份 不是說亂來的 好了 這些聽證會 其實也是為了 州的 議員 提供了一個非常友善的 氛圍 以及是一個民意的基礎 來給他們 行使憲法的權力 我們都解釋過了 所以是有他舉辦的意義 大家就不用聽那些左翼評論員在亂說 就說這些州議會舉辦的聽證會 就是沒有牙老虎來的 就是沒有認受性的 只有法院舉辦的聽證會 是有用的 這些思維是錯的 法院舉辦的是司法 現在在立法機關舉辦的是什麼 是政治 這個很明顯是政治決定 因為司法都彰顯不了公義 現在就是要在立法機關 嘗試力玩狂難 左翼評論員根本就是被政治立場蒙蔽了雙眼 那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有證有據他又說看不到 有了人證來宣誓作供的 他都說是沒有的 所以真是難怪 這些這樣的評論員 是會被聽眾 離棄的 至於另一樣大家會關心的 就應該是特朗普法律團隊 他們在賓州 發起的那單訴訟 上個星期就被第三巡迴上訴法院駁回了 我看到有些論調就說到 就算特朗普現在 他們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一來人家就未必會受理 因為這宗案件 只不過是說 州憲法和州法例的 聯邦最高法院就沒有權限來處理 第二件事他們就說 就算不駁回也好 他們都可能會把這宗案件 交給 州法院來處理 我的看法就是 他們就應該去看一看 在2000年的時候 喬治布殊控訴 郭爾那單案件 其實在那份訟詞當中 都只是提及到佛羅里達州憲法 和佛羅里達州法律 但是到最後 都仍然 在聯邦最高法院那裡有審訊過 如果 換轉在現在的一個時刻 竟然間 會將特朗普這單案件 駁回 甚至乎是交給州法院來處理的話 這個又是有欠功運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都可以 處理的事 現在突然之間說處理不了 這個就是標準不一致 擺明就是要 陷害特朗普的 如果這個聯邦最高法院是不受理的話 他受理就是應份的 他不受理就是有問題的 我又解釋了為什麼 所以那些人就不要來散播謠言 說武漢的啦 打不到的啦 駁回的啦 駁什麼回呢 2000年的時候都是這樣處理 喬治布殊還贏了 在這個聯邦最高法院的審訊階段是 所以 凡事未去到最後 都未知道結果是怎樣的 就像踢球一樣 有保時 有家時 有護射12碼 一日未決勝負的話 都要堅持下去的 所以那些 特朗普冷水的人 就不需要那麼得戚 那麼恨恨言 隨時是中空保 當然啦 在這個 聯邦最高法院審訊的階段 都是有隱憂的 為什麼呢 之前 很多媒體一直強調 有6比3的比例 即是說保守派就是有6個法官 自由派就是有3個法官 那麼原來現在這個首席大法官叫做 John Roberts 就是賣主由大來的 他所持有的觀點就是跟 賓州高院那個的觀點是一樣 即是說 只要有個監票員在那個 票站範圍以內 他就說已經接受到了 所以就算判的時候 最盡都是5比4的 沒有說6比3的 希望不會4比5 就是這麼多 好了最後就想說一下 這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 就叫做 Trade Trainer 他就真是一個 非常之忠誠的美國公僕 他在Twitter上就說到 說選舉的透明度 是共和國基石 為了給美國的民眾 對於今次的選舉 和未來的選舉 是充滿著信心 實在是有必要 對於那些選舉舞弊的指控 是進行調查的 可想而知 他根本上就認為 這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是真實存在 如果不是查什麼 如果他一口咬定 說這些是沒有的 那就不需要查 可惜他就心有餘而力不足 雖然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他就充分地展現出 對於捍衛民主選舉制度的決心 但是 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 其實就沒有什麼牙力 而他所說的話 那些州的選委會 就可以不聽 當他說的東西以邊封都可以 所以真是相當可惜 明天 阿里桑拿州就舉行聽證會 另外賓州議會 也會審議 有關於撤銷選舉認證 以及收回選舉人任命權的議案 希望一切成功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